这个男孩是个典型的学渣 每次不是考试不及格 就是遭到老师骂 可偏偏这样一个不努力的小孩 就在考试中拿到100分 你没有听错 这个成绩连老师也感到很惊讶 原来 这个男孩子有他的办法 每到考试时 男孩的手秀里 就会钻出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小人 有了小人的帮助 男孩考起师来都非常自信 那么这些小人从哪里来的呢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一开始 皮皮鲁和鲁西西是一对双胞胎 两人性格动义 一进一动 鲁西西是典型的好学生 乖宝宝 上课认真听讲 积极回答问题 常年巴着年级榜第一名的位置 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皮皮鲁则恰好相反 他活泼又好动 调皮又贪玩儿 学习不认真 沉寂掉车尾 经常让爸爸妈妈头疼 是典型的皮小孩儿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 直到这一晚 五个从罐头里钻出来的小人儿之后 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第一个发现这五位罐头小人儿的 是鲁西西 他没有将这件事告诉爸爸妈妈 还为小人们安了一个家 做了一些衣服 还分别起了名字 爱学习 知识云伯的 叫博士 有点功夫 胆子也大的 叫上位 热爱绘画 画工还非常不错的 叫艺术家 长相甜美 隔身优扬的 叫歌唱家 能说会道 为人有趣而圆滑的 叫外交官 五个罐头小人各有所长 他们很快便与鲁西西打沉了一片 平日里鲁西西去上学 五个罐头小人就待在家中 这天 皮皮鲁逃学回家 还将自己偷偷养在外的狗狗福尔摩斯 也带了回来 他来到鲁西西房中 就觉超灵敏的福尔摩斯 一下子就闻到了屋子里有其他生物 他瞄准了红色小屋 五个罐头小人 瞬间感受到了超时级的地震 好在尚未集中身至 用挣扎伤福尔摩斯 几个人才逃过一劫 与此同时 应该在外工作的妈妈 突然回到了家中 如果让妈妈发现福尔摩斯 那皮皮鲁的屁股就得开花 他赶紧跑出来阻止妈妈的进入 但越是这样 妈妈就越怀疑 屋门最终还是被打开了 可屋内却不见福尔摩斯的踪影 皮皮鲁很是惊奇 狗狗还能隐身不成 他到底是怎么逃跑的呢 入夜后 皮皮鲁准备偷偷去寻找福尔摩斯 没想到却以外 撞上了正爬窗而出的鲁西西 还看到了几个罐头小人 原来 白天福尔摩斯能够顺利逃走 正是因为受到了几个小人的帮助 但尚未确定要指挥福尔摩斯而失踪了 小伙伴们担心他的安全 便准备与鲁西西一同外出寻找 皮皮鲁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十分感激罐头小人 并告诉他们 自己知道福尔摩斯和尚未在哪里 经此一事 皮皮鲁也与五个罐头小人 成为了好朋友 这位男孩正在考试 突然 一个小人博士在他袖口里走出 在博士的帮助下 男孩成功考了满分 也让妈妈同意了他想养狗的愿望 之后 鲁西西又在罐头小人的影响下 与班级里学习差的同学 成为了好朋友 她发现 其实不管学习好坏 每个人身上都有发光点 只可惜 只看中成绩的学校却不这样认为 为了让学生们更加认真的学习 学校颁布了一项新规定 如果下一次考试分数不超过90 就不许参加任何课外活动 成绩不好的同学们一听 瞬间萌了 为了能让他们有正常的活动时间 鲁西西与罐头小人一合计 决定在考试中帮助他们作弊 考试当天 鲁西西只花了半个小时 便完成了所有题目 接下来 就该罐头小人上场了 他们利用超小的身体 灵活的身手 成功将每一份答案 传到了每一个人的手中 只是 百名一书 还是有一份答案 不小心掉到了地上 而且 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么多人的答案一模一样 实在是太明显了 老师也不是傻的 于是乎 成绩出来后没过多久 几个人就一起被老师叫了过去 一番盘问之下 鲁西西主动站出来 承担了一切责任 爸爸妈妈也被老师叫到了学校 对于优秀的女儿 主动帮同学们作弊这件事 他们十分生气 怎么都想不通这是为了什么 其实 这件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确实都是不对的 但爸爸妈妈和老师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嘛 成绩固然有可能成为以后人生的敲门砖 但却不是唯一的那一块啊 只中成绩不中其他 甚至还忽略了 对孩子们的正确引导 真的是对的吗 再者 父母的一些思想 也不应该强加于孩子们的身上啊 更不应该打着为你好的旗号 不学他们应该有的权利 孩子从不是谁的附属品 他们是独立的个体 有独立的思想 父母该做的是合理引导 而不是一刀切的代替决定 你的牺牲固然伟大 但这种伟大 不应该成为绑住孩子的枷锁 既然心甘情愿 那就应该用这些牺牲为孩子编制翅膀 上学时 单以成绩来评判孩子的好坏 工作时 单以职位高低 但不让一个正常的人变成急功近利 不择手段 为达目的 甚至可以违背良心的人 就像影片中的告状小女孩 为了超过鲁兮兮 取代她第一名的位置 不仅三番五次向老师告状 甚至还在发现罐头小人儿后 将他们抓了起来 让其帮助自己作弊 在被拒绝之后 又将他们放在一边 让其自身自灭 在她的身上 看不到一点孩子应有的纯真与善良 能看到的 都是为达目的 为取代第一名而不择手段做的各种事情 再说回作弊事情的后续 爸爸妈妈狠狠教育了鲁兮兮 鲁兮兮兮心感愧疚 便主动远离了岔生们 重新变回了当初 那个只知道学习的好学生 罐头小人儿们也明白 他们做错了事 便认真思考了不就的办法 任何事情都没有捷径 想要让岔生们考取好的成绩 也应该一步一个脚印的走 博士提议 大家也且帮助岔生们补习 让他们能在期末考上90分 不被学校开除 罐头小人儿们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鲁兮兮 但鲁兮兮现在的压力也十分大 他怕自己在惹妈妈生气 影响她的健康 也怕爸爸白白放弃了好工作 白白牺牲 父母强加在他身上的压力 让他不得不拒绝了博士的提议 直到鲁兮兮兮十分为难 罐头小人儿们便主动连夜离开 在皮皮鲁的帮助下 他们重新建立了小窝 然后又在放学后 帮助大家补习 时间一天天过去 转眼间变到了期末考试当天 眼见的就要进考场了 皮皮鲁突然出现拦住了鲁兮兮 并告诉他罐头小人儿失踪了 鲁兮兮纵然也很心急 但想着马上要开始的考试 还是狠心走进了教室 只是 在怎么想认真考试 他也还是无法思考 与罐头小人儿相处的时光 一幕幕在脑海中中放 这一刻 他忽然想通了一切 学习落后可以加紧学习努力追上 但朋友失去了 就很难再找回了 鲁兮兮放下了手中的笔 跑出了考场 他找遍了校园里的每一处 最终在佩电视发现了 罐头小人儿们的身影 此时的他们 正与一只大老鼠进行的战斗 差一点 就要葬身老鼠之首 还好鲁兮兮及时赶到 几人才成功得救 只是 他们还没来得及好好庆祝一下床去 意外就来临了 由于电路老化 学校忽然起了大火 学生们在老师的护送下 一一跑下楼去 但鲁兮兮与几个同学 却没来得及逃出 几人只好先逃向顶楼 然而 火事实在太大 天台也将要被大火包围 关键时刻 还是罐头小人儿集体出动 合力将学生们一一救出 尚未为了让鲁兮兮也平安落地 甚至用身体主动扑灭了 神字上的火星 还因此受了重伤 好在 最后有惊无险 爸爸妈妈也迎这场意外突然醒悟 虽然 醒悟的有点突然 但相信以后 成绩不再会是评判一个孩子 好坏的唯一标准了 故事的最后 鲁兮兮作为年度优秀学生上台发言 说了一段引人深思的话 真的希望 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 都能拥有像罐头小人儿这样的好朋友 今天这部 皮皮鲁与鲁兮兮之罐头小人 就说完了 喜欢就点个赞吧